啊,就是,请在神明电视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以诚信流芳百世 代王,臣妾给您请安 夫人,平身 代王,臣妾斗胆问一句 战败的消息是否属实 当初豆伯比禁剑 说屈侠傲气颇重 此犯出兵恐有不测 劝寡人派援军去接应 寡人把他的话当成戏言 不想真被他说中 代王莫要灰心丧气 胜败乃兵家常事 况且臣妾以为 豆伯比大人的禁剑 并非真的是全代王增兵啊 夫人,你看 豆伯比的禁剑还在这里呢 莫肖恐败,举止高 心不顾也 寡人后悔没有听豆伯比之言 代王,依臣妾所见 豆大人并不是真的劝代王增派援军 此话怎讲 代王,难道豆大人会不知道 这次出征几乎动用楚国上下全部的兵力了吗 对啊 出兵之日他也在场 不可能不清楚的 夫人,这个豆伯比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把寡人都说糊涂了 代王,豆伯比大人的意思其实是希望代王 您能以赏罚分明的态度去对待驱下将军 这样才能做到用恩信来抚养百姓了 讲法分明 夫人,多亏了你啊 不然寡人还在误会豆伯比 代王 爱情快快平身 代王 曲霞将军战败的消息现在已经在市井中流传开来 百姓们都为此感到不安 陈在进宫的路上 也看到一些百姓聚集在王宫门口探听消息 还请大王快快定夺才是啊 寡人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 你速速去召回驱下 寡人要当着文武百官的面 来惩罚他的战败之责 也算是给所有楚国百姓们一个交代 回离兵大王 曲霞将军已经自议了 什么 窦大人 您的消息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前方探子那里得来的 副将窦莲正在赶回来的路上 那就承办窦莲 代王 带兵打仗的是曲霞将军 窦莲将军只是奉命行事 此番您要承办他 似乎有些不妥 夫人 身为将领 带兵取胜是他们的本分 战败便是失责 窦莲身为将军 就应该领罪 何来不妥之言 好了 寡人主意已定 等窦莲一回来 就带他来见寡人 大王 臣妾有话要说 夫人 你快起来 请大王听臣妾一言 好好好 你先起来 寡人听你说便是 代王 如果要承办窦莲将军的失责 臣妾以为 代王您也难赐其咎 寡人 寡人又没有带兵打仗 怎么会有责任呢 攻打罗国是代王的主意 曲霞将军也是代王您亲自认命的 如今战败 代王恐怕也有失责之嫌 这 胡闹 夫人 你这不是让全国的人 都来看寡人的笑话吗 代王 颜面是小 民心为重啊 都不比 快帮寡人劝劝娘娘 代王 微臣以为 娘娘的话并不是全无道理啊 那你们说说 谁有权利来治寡人的罪啊 启离代王 宫门外已经聚集了大批百姓 都在讨论曲霞将军战败的事情 代王 不如由微臣出去向百姓们解释一下吧 代王 百姓们肯定对战败之事心有不满 豆大人现在就这么出去 恐怕难以负重啊 豆伯比 你说豆莲最快何时能回来 微臣只知道豆莲将军在回来的路上 但现在何处实在不清楚 代王 现在百姓就在宫外 承办豆莲将军 实乃原水戒不了尽可呀 那该如何是好 难道要寡人去面对百姓吗 代王 臣妾倒是想到个办法 既能安抚民心 又不会让代王您难堪 不知代王是否愿意 夫人既然已经有了主意 就快说出来吧 请代王先脱下身上衣装服饰 夫人这是何意呀 代王 时间紧迫 请您先脱下给臣妾 待臣妾慢慢解释 事到如今 就依你所言 娘娘 为何要让代王脱掉衣装呢 豆大人 这样才好让代王和您一起出宫 向百姓解释啊 恕微臣愚笨 刚才娘娘不是说不用代王出宫吗 夫人 到底是什么办法 快告诉寡人 寡人的黄袍 夫人 你到底要做什么 代王莫及 豆大人 劳烦您带着代王的黄袍出宫 向百姓们解释一下吧 嗯 豆伯比 你就听娘娘的话 去吧 遵命 夫人 夫人 你现在可得跟寡人好好解释一下 你要知道那可是寡人的黄袍 代王 您不愿受过 臣妾只好让这件黄袍带您受过了 夫人 你的意思是说 豆伯比带着这件黄袍出去 面对百姓 就相当于寡人亲自出去了 正是如此 那你用何苦将黄袍弄脏呢 敢问代王 对于一件衣装来说 什么是最重要的呢 夫人 你是在考寡人啊 一件衣服 不论华贵或者普通 最重要的就是干净整洁 就如同治国一般 不论国富国穷 民心才是最珍贵的 代王如此圣贤 实乃我楚国人民的福分 夫人 你还没回答寡人的问题呢 代王 您刚才说了 对于衣装来说 干净整洁是最重要的 臣妾将墨汁泼洒在黄袍上 对于这件黄袍来说 可是莫大的惩罚呀 哈哈哈哈 夫人呢夫人 亏你能想出这个主意啊 黄袍代表寡人 惩罚黄袍就是在惩罚寡人了 只是 不知道宫外的百姓们 是否会原谅寡人啊 代王已经中午了 您吃点点心吧 这个豆博比怎么还没回来 代王切莫着急 战败之事 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完的呀 寡人只是担忧 百姓们是否会安心呢 等豆大人回来了 不就清楚了吗 最臣豆莲叩见代王 娘娘 豆莲将军快快请起 最臣不敢 代王 我军刚刚进到罗国境内 尚未扎营 便遭遇到罗军与卢戎两军两面夹击 导致军队溃败 屈霞将军 自异于欢苦 豆将军 战败的事情寡人已经知道了 屈霞自异的消息 豆博比也告诉寡人了 你放心 这次战败是寡人的责任 你不必夺虑 可是 好了 豆将军 你快起来 寡人倒有一事问你 刚才你进宫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豆博比啊 豆大人 最臣倒是 豆将军 起来说话 也不要老叫自己醉沉 寡人说了 你没醉 是 代王 微臣进宫时 看到豆大人拿着 胆说无妨 拿着一件脏了的黄袍 在和一群百姓说着什么 那百姓有什么反应 百姓们都在安静的听豆大人说话 没有其他的反应 恭喜代王 这是百姓们对您的认可 夫人 寡人应该好好感谢你才是 启禀代王 不好了 慌什么 出什么事了 启禀代王 罗国军队 罗国军队攻过来了 什么 代王 楚国 楚国现在已无一兵一卒了 已无一兵一卒 难道全军覆没了不成 回禀代王 我楚军伤亡虽然不大 但兵士们 因为代王在出兵时 对居侠将军说的一句话 而都不敢回来 此时 自求于野妇等待处罚 臣也是冒死回来 接受处罚的 什么 寡人的一句话 让他们都不敢回来 寡人说过什么吗 代王 出兵之日 您亲口对居侠将军说了 不胜不归四个字 不胜不归 不胜不归 寡人想起来了 那天居侠将军 在寡人面前立下了军令状 寡人才说了这四个字 都是西言 岂能当真 代王 军无戏言 这 是寡人糊涂啊 代王 当下至极 还是要赶紧想对策 来抵御罗国的进攻啊 窦将军 你可知道 现在国内 到底还有多少兵力吗 回禀代王 此次出征 几乎动用了全国的兵力 现在留下的 恐怕也只有宫中的 些许侍卫了 那罗国的兵力呢 据臣所知 此番罗国是联合了卢蓉两国的兵力 宫中的侍卫再多 恐怕要抵挡不住敌军的一次进攻啊 抵挡不住一次进攻 难道楚国的记忆就要断送在寡人的手上了 带王 微臣回来了 爱卿 平身 带王为何愁眉不展 斗大人 现在罗国军队攻了过来 你可有什么对策吗 带王 此番出征 我军虽败 但实力尚存 只要集结军事 应该可以抵挡罗国的攻势 爱卿有所不知啊 因寡人一句戏言 现在我们已无一兵一足了 带王 您看 这 带王 微臣拿着黄袍出去向百姓们解释战败之事 百姓们对带王惩罚自己的行为赞赏有加 这上面的墨迹也是好几个孩子们仔细擦掉的 带王拥有如此善良的百姓 况且民心所向 此时又怎能轻言放弃呢 爱卿的意思 带王 窦大人言之有理啊 如果我们此时放弃了努力 就等于放弃了楚国的所有百姓啊 哎 寡人又何尝不知呢 但现在没有兵士 又如何是好啊 带王 带王 我们虽然没有兵士 但宫中尚有侍卫 还有全国的百姓陪在大王身边 又怎么能说没有一兵一足呢 祝你好 主公一言之有 你不为了说什么 我没有问他 你不认为我 我可是你不认为 我妈